断食是一种特别的饮食模式 近年来因其潜在的健康益处而备受关注 它涉及在一定时间内限制或完全停止进食 但这些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健康状况 断食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 近年来,断食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重管理 代谢健康和心血管健康方面 所以断食对血管健康确实会存在一些显著的好处 那么首先来看看,血管有哪些功能呢? 血管是人体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具有多种重要的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输养分 血管通过全身分布输送血液 将氧气、营养物质、荷尔蒙和其他必须的物质 从心脏输送到各个组织和器官 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第二,排除代谢废物 静脉将含有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的血液 从组织和细胞输送回心脏和肺部 以便从体内排除这些废物 第三,调节血压 收缩的血管会增加血压 而扩张的血管能降低血压 因此血管可以通过调整其直径来调节血流量 这有助于保持合适的血压水平 以确保器官和组织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 第四,控制体温 通过调节血流量 血管能维持体温稳定 在寒冷环境中 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会收缩 以减少热量散失 而在炎热环境中 它们会扩张 以促进体内的热量散发 那么血管会产生哪一些病变呢?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血管病变 第一,血管壁损伤 这是由高血压引起的一种血管病变 当血压持续升高 会对血管壁施加额外的压力 这可能导致血管壁损伤 增加了心脏疾病、中风和肾脏疾病的风险 第二,动脉硬化 这是指动脉壁变后 变硬并失去弹性 主要由于动脉内磨下形成的质质斑块 这些斑块可导致血管狭窄 阻碍血流 甚至完全堵塞血管 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第三,血酸形成 血酸是在血管内部形成的凝血块 它们可以堵塞血管 引起组织缺血坏死 导致心脏病发作 中风和其他血管相关的疾病 血酸可能是由于动脉硬化斑块破裂而形成的 第四,动脉瘤 动脉瘤是血管壁的局部膨胀或扩张 形成流氧凸起 通常由于血管壁的薄弱或病变所致 常见部位包括副主动脉、胸主动脉和脑动脉 如果动脉瘤破裂可能导致严重的出血和生命威胁 动脉瘤的主要原因包括动脉硬化和高血压 第五,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是指因静脉壁薄弱和静脉半膜功能不全 导致血液倒流 静脉内压力增高 导致静脉膨胀和扭曲 这通常发生在下肢 可能会导致疼痛、肿胀和其他不适症状 第六,微血管病变 这是指因为血糖过高 导致微小血管的发炎和破坏 这会引起器官缺血和损伤 如糖尿病肾病会导致肾功能衰竭 视网膜病变会导致视力丧失 而神经病变会导致感觉异常和神经痛 这种微血管病变常见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 那么血管病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呢?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影响 第一,血管狭窄和供血不足 血管病变可能导致血管狭窄 减少血流量 这可能会影响器官和组织的正常功能 导致缺血和组织损伤 例如,冠状动脉狭窄可能导致心肌缺血 第二,高血压 血管病变会引发高血压 进而导致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和视网膜损伤等等 第三,心血管疾病 血管病变 例如,动脉硬化 导致动脉狭窄和斑块形成 可能导致冠心病、心肌梗死和心脚痛 第四,中风 血栓形成或血管壁破裂可导致中风 中风是大脑血流中断的情况 可能导致大脑组织受损 造成神经功能障碍 包括失语、肢体瘫痪和认知功能下降 第五,外周组织破坏 血管病变可能降低外周血管的输送效率 这会导致肢体缺血表现为腿部疼痛 溃烂和行走困难 第六,神经系统问题 某些血管病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 导致神经症状 如头痛、头晕、视力减弱和四肢麻痹等 那么断食对血管有哪些好处呢? 断食被认为对血管健康有一些潜在的好处包括了 第一,降低慢性炎症 一些研究表明断食有助于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 能改善血管弹性、降低动脉硬化 可以促进更好的血液流动、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二,降低血压 断食可能有助于降低高血压 因为它可以帮助控制体内的盐分和水分平衡 并减少对心血管系统的负担 第三,改善血脂水平 血液内的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脂 会增加血液粘稠度 不利于血液流动 断食期间身体会消耗多余的脂肪 从而降低血脂水平 使血液流动更顺畅 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从而保护血管健康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四,促进自食作用 断食可以激活细胞的自食 这是一种自我修复和废物清除的过程 自食会清除受损的细胞和蛋白质 促进再生健康的细胞 使血管恢复弹性 改善血管弹性可以促进更好的血液流动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同时,通过血管的修复 也能改善血液循环 确保末端组织和器官 能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 有助于整体健康 那么应该如何促进血管健康呢? 以下是一些有助于血管健康的建议 第一,均衡饮食 水果和蔬菜富含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 多吃水果和蔬菜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 除此之外 减少盐的摄入也有助于控制高血压 第二,定期运动 有氧运动如步行、跑步、游泳等 有助于增强心血管系统 第三,戒烟陷酒 吸烟是血管健康的主要危害因素 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酒精方面 如果饮酒 应适量 每天男性不超过两杯 女性不超过一杯 第四,管理体重 保持健康体重 避免肥胖 有助于控制高血压 高血脂和糖尿病 第五,监测血压 定期测量血压 保持血压在正常范围 如有高血压 应及时就医并调整生活方式 第六,减压 通过冥想 瑜伽 深呼吸等方法放松身心 管理压力 综合以上方法 可以显著促进血管健康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总的来说 断食对血管健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 配合均衡饮食 充足的水分摄入 适度的锻炼 充足的睡眠 有效的缓解精神压力和定期的健康检查 效果会更好 不过尽管断食有很多潜在的益处 但开始断食前要持谨慎态度 特别是有慢性疾病 严重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的朋友 在考虑断食之前 应咨询医生 并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慢慢增加空腹时间 让身体适应 详细的断食方法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如果您通过断食健康有得到改善的话 欢迎您留言分享 或到频道社区页面参加问卷调查 分享您的经验 您的分享必定能够帮助到很多对断食有兴趣的朋友们 如果您是断食新手 想了解更多 也欢迎到社区页面看看网友们关于断食的经验分享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